原本不想说跟枪击案有关的话题了 比如说像美国天天发生枪击案 有什么稀奇的 在美国发生枪击案都不是新闻 不发生枪击案才是新闻 但是日本不一样 你看日本前一段时间 就是安倍晋三前首相 在车战广场上遭人枪击身亡 他是遇难 其实严格说起来 那还不算是个枪击案 那个叫个火器 那个火器的话 中国的明代时候就有 严格说来那应该叫冲 你看NHK那个新闻 有个图片叫做冲击 大众马说的那个什么三个火枪手 好像也应该理解成就是那种东西 跟后来的这个现代用的枪呢 多少有些区别 因为那个东西糖啊 这个是平滑的 没有那个来附线 有网友提问啊 说这个鞭炮声啊 不是美国国庆节那天 发生枪击了吗 国庆节那天又有这个放这个烟花啊 这个爆竹什么的啊 这个烟花爆竹和这个枪啊 这个枪声有什么区别 当然专业方面的解读的话呢 这个那个啊 从这个专业角度解读啊 什么啊 从枪械的种类多少种种类 多少种这个子弹也有这个不同的种类啊 型号啊 很复杂啊 那个声音呢 传出来都有这个区别啊 你要是说 遇到专业的话 他闭着眼睛能听见 这是是哪个型号的枪打出子弹啊 多大口径的枪啊 多大口径的子弹啊 你是汉阳灶啊 还是这个三八大盖啊 王八盒子啊 还是歪八子啊 他能听得出来 那是专业人员 一般老百姓啊 不懂的那些 何况呢 这个你看啊 像日本发生的那件命案啊 安倍晋三被刺杀的 他的那个造的那个 所谓的土枪啊 实际叫冲啊 这是一种火气 声音那么大 而且打出来的时候啊 一团烟雾 那明显就是用火药啊 火药是中国的这个四大发明之一啊 对吧 火药 造纸术 指南针 还有活字印刷嘛 那个爆炸声 爆裂声啊 这个跟这个弹药啊 非常的相近 很难啊 辩解出来 尤其是什么呢 即便你是专业人员 你是这个这个军事人员 你到了坑结上 人啊 这个人啊 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候 你也很难啊 辨别出来 因为什么 人在这个高度紧张的时候 这脑子他断片啊 该想到的事啊 他就想不到 该能判断出来的那种 这个理性的逻辑啊 他完全就丢失了啊 要不然很多什么学者啊 教授啊 高学问的 高学历的 遇见这个电话骗子 他也就受骗伤葬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还要在高度紧张的时候 说我听着鸡叫 就往防空洞面跑啊 以为是防空警报拉响了呢 你看啊 中国在抗战的时候啊 那个武器装备啊 都特别的差 叫什么 土枪 土炮 手楼弹 地雷啊 就是民兵啊 就用这些东西啊 土八路也是用这些东西 这个呢 说的是家伙事啊 他们用的东西啊 用的这个武器装备都很差 但是打法上呢 战术上有一种战术啊 叫做麻雀战啊 这个啊 咱们朋友们都听说过啊 你看像地道战里边啊 就有这个麻雀战的一种展示啊 这个鬼子进村扫荡啊 把这个民兵啊 老百姓都困在村里的地道里了 怎么办 怎么把他们解救出来啊 什么迷惑敌人 骚扰敌人 这个麻雀战就来了啊 这个把那个鞭炮啊 放在那个铁桶里边啊 点上了 啼啼啼啼 这个这个鞭炮在空地上啊 放了是一个事啊 你闷在那个铁桶里边放了 那又是一个事啊 真是听不出来 当然呢 也不能光靠这个铁桶里边放鞭炮啊 旁边呢 还得有这个啊 土枪啊 什么啊 配合着啊 这个这样的话呢 起到迷惑敌人的这个作用 我记得这个国内啊 这个马继先生啊 很多年前说我一个相声 就说了这个八路军用这个这个麻雀战的这个这个故事啊 说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啊 这个在铁桶里边放鞭炮 确实呢 听起来像这个啊 金冠枪的声音 那这是在人们啊 高度紧张的时候啊 看着什么都神经质的一种反应 但是相反呢 人在麻痹的时候啊 就是即便是听见枪声 他也不往枪声那边去想 咱举个例子 你看那个尼罗河上的惨案 这个是个有名的电影 英国电影啊 七十年代的 那里边呢 就有一个细节 说是这个小说家 一个老太太 奥特伯恩啊 她这个 到那游艇上啊 他那个隔壁呢 发生这个啊 命案了啊 完了 侦探波罗呢 就问他哎 你听见没听见过什么 这个响声啊 你睡觉的时候 他说我听见了啊 隔壁有砰的一声 他认为是什么呢 他认为那是开香槟酒瓶子的声音 而且他还补充 这老太太特别啰嗦 他说我猜呢 不是什么好香槟 这个听起来呢 声音有点闷 那么在美国 你说怎么辨别枪声和鞭炮声啊 咱们开玩笑说啊 从时间上比较好判断 这个烟花爆竹声呢 这个一年一次 就是国境节那一天啊 可以燃放 过去这一天的话呢 就没有了 那一天呢 这个响声那么大的动静啊 那是烟花爆竹啊 平时呢 你要听到类似声响啊 您就可以理解成是枪声啊 八九不离十 客观上讲啊 烟花用的是黑火药啊 这个呢 一销二荒三木炭啊 这个古方啊 就是这么一个配置啊 一般人呢 也可以配 你看像那个做自制手枪的啊 这个土枪的啊 那个黑火药是怎么获取 你这个从那个烟花炮这里边 你扣出来啊 那个就得到了 而且那种黑火药弄好了啊 照样有相当强的这个杀伤力 尤其呢 是在短距离的啊 这种情况下 杀伤力还是蛮大的 在有人在紧张的时候啊 确实啊 啊 很难分辨出来啊 有的朋友啊 美国当地的朋友啊 第一次看烟花的啊 这个看烟花秀的啊 等着第一炮 砰打响的时候 他真是能吓一舵子啊 他要是说就地卧倒啊 您得别笑话他 这个应该理解他们 经常发生枪击案的是美国啊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啊 只有美国呢 这个每天都发生这个枪击案啊 而且还是死了不少人啊 有资料说呢 半年啊 前半年呢 已经已经发生过300多起枪击案了啊 这个死了有17000多人啊 平均呢 每天得有100多人啊 死于枪口下 另外还有100多人呢 这个重担受伤 经常发生枪击案的地方 人们就是对这个枪声啊 特别这个啊 也熟悉啊 也敏感啊 也有下意识的这个反应动作 不经常发生枪击案的地方呢 在这方面反应比较迟钝 比如说你看2004年 发生在中国台湾的那个叫什么 陈水扁的那个两颗子弹 那个就是啊 当时呢 是319枪击案了 那个事件呢 当时也是啊 无时差的传到这个世界各地啊 当时我记得美国的朋友 也是听到这个消息 说是什么 那出了什么事啊 说有人传出是风炮的声音啊 所以那也是个土质手枪啊 但是那个声响的话 跟那个放风炮声音啊 差不多 很难分辨出来 这是在日本发生的安倍晋三遇刺案啊 这个凶手啊 他是用的是自制的那么一种火器 这种火器的话呢 应该叫做冲 这个里边填火药 填完火药之后呢 完了再塞上一些 再填充一些叫什么铁钉啊 钢珠啊 类似这种东西啊 这个古代的那种冲啊 跟那个枪的外形啊也差不多啊 而且那个杀伤力呢 尤其短距离啊 还是蛮具杀伤力的 你看安倍晋三啊 就死在这么一个事件当中 这些年啊 天灾啊 人祸啊 真是接连不断啊 这个天灾方面的话 那是老天爷闹的啊 什么洪水啊 山火啊 地震啊 海啸啊 这些都有 那么人祸呢 包括有什么战争啊 还有什么这个瘟疫啊 再有就是这个粮荒和饥荒 粮荒和饥荒呢 现在还没有显出来啊 等着这个收获的季节啊 看吧啊 因为粮食欠收啊 这是已经啊 明摆着的 粮食欠收的话呢 就有可能引起饥荒 战争 粮荒饥荒 加上这个瘟疫 我们这些人都感染了 还有这个天灾啊 我们也经常啊 能够听到这儿发生天灾了 那儿发生天灾了 哎呀 真是人间的不幸啊 所以这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啊 这个发生的又那么密集 而且呢 尤其是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那天啊 也少不了枪劫案 这个就让人们呢 生活在一种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 所以今年的美国国庆节啊 就少了一些这个喜庆的气氛啊 多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我们经常啊 香港人推荐 都是非常的温她 现在发生天灾的氛围之中 你就一起去折变 自己的雨 那是不those人的 我因为没有 我发生天灾的 火